《秦始皇》 和他的秦朝真的是一个名一样的存在 就拿秦始皇的日常穿着来说吧 或许在那么多的皇帝之中 只有秦始皇敢穿黑色的龙头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吧 秦国在人民自商鞅变化之后 就变得非常的崇尚勇武的精神 喜欢用武力来解决麻烦和争端 人人习武的风气 让秦国迅速的发展壮大 那个时候随着铁器的普及 传统的耕种作战方式 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在兵器上的表现 就是铁制武器取代了以往的青铜武器 这样在打仗杀人的时候 就更有快感和效率 秦国也就是这样逐渐统一了六国 所以以武力国的秦王朝 就把黑色当作自己的幸运色加以利用了 秦始皇也就穿上了代表武力值的黑色长袍 不过可惜的是 这一身黑色的长袍 并没有给秦朝带来多久的安宁和幸运 由于年老之后的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 迷恋于恋丹之中 之后在出巡的时候 不幸死在了路上 而秦王朝也在胡太和赵高的瞎稿之下 迅速地走向了灭亡 所以后世的皇帝就开始认为 黑色是不祥的颜色 就摒弃了秦始皇的一贯作法 在汉朝 皇帝们通常都是采用其他的颜色 如红色 或者是黄色作为皇帝的龙袍颜色 特别是在隋朝之后 黄颜色就成为皇帝家的御用颜色 被保留了下来 平民百姓是不能够用黄色来做医生的 不然就会被认为有反叛的隐心 会遭到杀头的 后世也诞生了许多 与黄色龙袍相关的典故 比如赵匡敬在陈桥发动兵变 取代了前朝的皇帝 建立了大宋朝 而后世的皇帝们 在奖励大臣或者有功之臣的时候 都会赐一件皇马挂 来显示皇帝的皇恩浩大 甚至在某些影视剧里面 这件小小的皇马挂就成了 自己的护身符成为皇帝在外的象征 或许这么多的皇帝之中 只有秦始皇才敢穿黑色龙袍 毕竟他作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人 所以强大的气场和个人魅力 能够驾驭出黑色里面的杀气 但是他的后人胡亥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导致秦王朝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短命王朝 后世的皇帝在龙袍这件事情上面 不愿意用黑色 可能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 其实 作为一个王朝 想要维持下去 跟皇帝自己穿什么衣服没有任何的关系 同一个王朝 同一样颜色的龙袍 在开国皇帝里就是幸运护身负 而穿在王国之君的身上就是晦气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王朝的心圣还是负面 最主要的还是跟皇帝本人 以及身边的大臣有关系 并不是他们身上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大家说是吗 欢迎留言讨论哦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